中国发射火箭搭载卫星从台湾的上空飞过 全台湾都收到了国家级警报 好 不过原本的说法是从南部的外海经过 但后来却变成从台南跟台东的上空飞越 国防部在昨天晚间解释 这是因为中国火箭的飞行轨迹 已经偏离了美国原本的预测路径 反倒是飞越我们台湾的上空 而对此军事专家也分析 经过台湾的时候 其实这高度已经超出了大气层 因此对台湾来说 几乎是完全不会造成任何的风险 但是同时也建议 下一次如果要发布警报的话 应该要提醒民众该如何做好遇难措施 中国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 搭载爱因斯坦探征卫星 9号下午3点03分顺利发射升空 就在当时全台国家级警报大响 原判火箭飞行航线 是行进台湾南部鹅鸾鼻外海 但军方9号晚间说明 侦测到火箭飞越台湾上空 尤其在经过了大陆这个撑州之后 它整一个卫星的轨迹 异常的情况 国防部9号晚间释出轨迹图 火箭从四川西昌发射后 沿途在中国境内的贵阳和称州 都有残骸掉落 接着火箭偏离原本美国预测的路线 从台南进入本岛上空 再从台东离开 不过军事专家分析 当时的飞行高度早已对台湾 不会造成威胁 火箭掉落残骸在300公里就要掉落了 所以它第一季一定在当过中国大陆境内掉落 如果是在台湾掉落 它已经进入500公里了 就算是掉落 但是它在太空动着横动 它不会掉落台湾 它已经变成一种失重的状态 在太空漂浮 变成一个太空热射 既然没有安全风险 但国家急警报透过系统广发 全台民众几乎通通收到通知 但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万一将来又收到类似警报 又该如何应处 全台湾有10万5千个防空避难所 你说昨天有没有应该去躲 没有啊 因为大家在这一方面是 有资讯的接收 但是没有行动上的因应 国防部的立场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 毕竟这回是火箭卫星 若下回飞越的是共军的飞弹 早一分提醒 就能让民众多一分避难的机会 记者林先生杨文豪台北报道 卫星飞越发布的国家急警报 当时有人是一连收到了好几封 但现在有人说了 他等了15分钟都没有收到 身边的人手机响个不停 但唯独自己的手机静悄悄的 先前地震发生的时候 同样也出现过类似状况 也贼一说难道自己是国家认证的边缘人吗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整理出了六种 会影响收讯的状况 手机警报声大响民众停下脚步确认资讯 9号下午国防部发出的这一则国家急警报简讯 你也收到了吗 我收到两个 三四个吧 连去两则同方的讯息 两通 我们家里都有在想 有差一点点 大部分民众都收到至少一封 却还是有人落单了 有网友在网路上发文 又只有我没收到警报吗 他说警报发布当下大家手机都在想 苦等了15分钟简讯到底在哪里 也有人问之前地震发生时也是如此 但手机电池健康度明明还有83% 让他不禁提问 难道真的是国家认证的边缘人 理论长应该是全区 那如果他收不到一种是 他手机关机 或者是他正在通话中 每次发布国家急警报 所有人发出哀嚎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列出 没收到细胞广播简讯的可能原因 包含语音通话中开启飞航模式 或未插入SIM卡 没有更新任体 以及手机设定拒收警讯通知 紧急警报等六种原因 至于国家急警报发布 23种状况包含大雷雨 地震 海啸 台风 火山喷发讯息 传染病以及防空警报 其中非但落地 非但落海空中截体等 都属于防空警报的范围 但没有发射卫星这个选项 它本身有一个讯息码 那讯息码里面要带什么 就是有个主政机关 它自己决定 此外手机品牌版本 电信业者以及当时抓到的基地台 都有可能造成延迟收到警报时间 这回国防部防空警报 不止内容惹议 国家急边缘人也在先话题 既然是希望大家提高警觉 但是国家急警报的内容 英文出现了翻译错误 把卫星物质成为飞弹 而这样的翻译 不但是在野党批评是误导 连执政的民进党内部 都认为应该要改进 赖清德进办发言人 前外交官赵宜祥就点出了 这警报英文内容的错误 不但是用了飞弹 甚至还误用了空袭警报 让当时很多在台湾的 外国媒体记者 都被吓坏了 好 至于壮阔 台湾理事长吴亦农 他也发文讽刺国防部 这根本就是在亲自示范 如何发布争议的讯息 也痛批国防部 实在是太过烙彩 但是这样的发文 却同时也出现了反对意见 手机警报大响 9号下午国家急防空警报 第一次发布 有中文卫星飞越台湾 能不能上空 但仔细看英文的内容 跟中文大不同 卫星写成飞弹 防空警报讲成空袭 一收到这件讯 不止台湾人 连同在台外媒都吓坏了 中文的部分的精准性 这个有待商讨 国防部给社会的紧急应变的资讯 还有练习的机会 都明显的不足 几乎是零 那如果民防不是国防部的工作 其他的部会必须立刻补位 中文意思真的差很多 撞破台湾理事长 吴一农也发文揪出国防部缺失 批评国防部在选举前三天 亲自示范如何发布这一讯息 官方的警戒应变讯行 竟如此不明 不过也有网友挺国防部 公开透明的做法 有资中心飞远 我家上空 当然有权知道啊 偏离路径发警报 当然是正确的 能不能先谴责中国 别把矛头对向自己人 过去没有选举的时候 飞弹没发警报 现在选情告急 卫星就发警报 本来国家级的警报 就应该是这个需求而发出 而不是是选举的一个态势 不应该成为蓝绿 白工坊的一个对象 防空警报缺失 自家人也不停 但前涉国安议题 却被当作选举工具 行政院说话了 这个英文用语 这个写成飞弹 这是不对的 他是经过防空识别区 跟领空的上方五百公里 哪些是当直接发 这个国家级的警报 哪些是事后用新闻稿说明 国安部可以来检讨 国家级警报英文用资乌龙 政府高度重视 拿出态度检讨 台中第一选区 民进党现任立委蔡奇昌 跟民众党的蔡壁如对垒 今天蔡壁如一大早 由蓝营市长卢秀燕陪同 来到清水车队扫接拜票 那么至于现任立委 同时也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则是从外埔到清水 进行车队扫接 晚间也要参加 连续第九年举办的 亲子一文祭 呼吁在地相亲 用选票来守护海线 大家都在倒数阶段 全力冲刺 蔡奇昌启动陆站扫接 尽管是上班日沿路还是有支持群众听到 蔡奇昌要来专程提早站上街头 为她挥集加油 还有热情民众 放鞭炮欢迎 蔡奇昌立平中一立委四连胜 选战最后冲刺 除了加强固守票仓之外 前一天全台收到国家级警报话题 就怕影响选情 身为立法院副院长也得出声表态 选举期间 这个大家都比较敏感 那我想这个朝野各自解读 国防部还是要多多注意 自己的用字遣词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跟紧张 这种提醒还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有掉落物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至于对手蔡碧如则是有 国民党超强目击 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光加持 直攻蔡奇昌的本命区 蓝白河拉抬声势 国家警报乱发不利于国家安全 然后也让人民大家错乱 我们要让感谢都政府的立法委员 能够当选 选前黄金七十二小时 蓝绿候选人分进合集 要为中医立委这一席 背水一战 节奖留取台中 差不多